Hello 大家好 講一個對於地產行業不好的消息 昨日雅居樂暴雷了 在昨日已經宣佈了2020年的票據未能在2024年兌現 雅居樂足足拖了四年時間 亦都努力了四年 從這幾年之中 如果各位有了解雅居樂的樓盤 就知道他不斷大降價賣樓 例如馬鞍島上的雅居樂灣仔一號 火具區的海陰雲地 三國鎮的迪欣湖 南投鎮的耀月堂 三鄉的萬象棍和錦城 降價都超過了兩千甚至四千元一平房 據我了解 目前買了雅居樂的某個樓盤的業主 是出現了一些問題 具體就是 做不到枉簽 已經發生了有半年的時間 如果有中山雅居樂的業主在看這條視頻 都可以在視頻下方留言 目前 中山雅居樂有一個項目 是在中山市的博文單上 就是三國鎮的迪欣湖 這個樓盤就 OK的 可能有部分觀眾不了解百名單 百名單上一共有25個樓盤 這些樓盤都得到了中山市政府的支持 可以得到 銀行的融資 說白一點的意思 就是項目沒有了錢 想問銀行借錢 但銀行擔心風險不肯借 最後就由阿爺 出面擔保 所以就有了這份 百名單 各位想要知道百名單有哪個項目 都可以私了我 我發給你 最後我就囉嗦句句 有些朋友 覺得有樓盤大降價 希望你也不要衝動 記得做好樓盤的背影調查 先入手 各位再見 我會不會 你不要衝動 我會不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